只愿君心 天长地久 因情山路让回首 两知如昨 没想到再见小慈 竟是今日光景 小慈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启事 多谢崔大哥 无论境遇如何 你我情意不变 崔大哥 这位姑娘是 这是董姑娘 我与她因话解释 崔大哥妙笔生花 想必董姑娘 也是才华横溢 姜姑娘才是通透灵力 惠之蓝心 相逢一杯酒 谈笑莫言归 今晚啊实属难得 我敬大家一杯 小慈今夜是如何出宫的 江姑娘是宫中人 董姑娘有所不知 小慈如今正是 戴策缝的郡主 小慈如今身份尊贵 贸然出宫 实在太过危险 是我带她出宫的 三郎明知晓此身份 更应该注重 君臣之道 在郡主面前 你我皆是臣 少君只摘郡主 才是有违君臣之道 你们继续 有劳江姑娘 崔大哥 谢谢小慈 我知小慈喜爱 世景繁华 下次小慈告诉我 我自会向陛下请命 带你出去游玩 有劳侯爷分心 可这出了宫 竟是些扫兴之事 扫兴之人 没想到江姑娘 竟是郡主 过往不见 未来难测 不如就活在当下 竟想此刻吧 江姑娘 我敬你 我本来也不是 这宫中之人 爱恨 得失 恩仇 姻缘既会 自有天定 顺水逐流 也未尝不可 怕的就是 得而复失 您爱生恨 恩怨不明 真美 命运就像一团烟火 我们都是 各自碰撞的呼唤 大不了绚烂 大不了眼闭 董姑娘说得对 眼前的黑夜 不算什么 不如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干杯 今晚 就都忘了吧 来 不分高下 不念尊碑 不问敌武 不论恩仇 董姑娘 可是寿宴那日的相府贵女 多谢你为当场拆穿 你是在意崔大哥 你不有出 显刻有重 情投意合就好了 何必要被门第所谓 住门怎可对住门 纵使不愿承认 这也是非人力所能抗争的 江姑娘也有在意的人 都过去了 对了 你为何突然从陪府婢女 变成了郡主 我也是突然得知自己的身份 一夜之间 天翻地覆 其实我在这宫里 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一直都觉得 自己是孤身一人 今日碰到了董姑娘 也算是有了些安慰 都久相逢最是好 若没了这丞相之女的身份 你最想去做什么 读万卷书 行万利落 不困于方寸之间 自由翱翔 我也想去看遍这世间美景 吃遍世间美食 但是我就不想读书 那我还要 觅得知音 共度良辰 共赏美景 那我还要和至亲至爱 看青山隐隐 渡流水迢迢 董姑娘 你必能美梦成真 江姑娘 你也要美梦成真 我梦共产卷 一瞬一惊年 仍并肩 青春所中 日生月落 一念不忘你的轮廓 两心护肠 长袖四首 飘飘如水 爱恨恶恶恶 只愿均行 天长地久 隐隐青山 勿让回首 两枕如昨 举此只剩 相守过灵状 两年不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